第二个问题 想问父母未归于佛门三宝 年景亦大了 如他们临终要住医院时往生 本人立刻安排法师 在医院帮他临终做归衣三宝 那样能帮助他们往生善处吗 总比不归衣好 但如果到时蒙茶茶 作用都不是很大 只是作为一个善因 为何要等到他临终才叫他归衣 为何不早些叫他归衣 不早些带领他归衣 等到临终才叫他归衣 早些归衣 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回答问题 请法师开示 如果在天界做完天人后 是否还堕落三宝会做回人 你在天界做完天人之后 如果我们说现实一点 你做天人就会享受 你还这么休戚 做完天人后要饿堕落做什么 天人你都没做 你以为做完天人会怎么死 你会不会太过忧心 有些人说 你知道我在这里打工很辛苦 如果我去到天堂 我会找什么 去到天堂 去到天堂还需要工作 你还想着找工作 去到天堂做什么 在天界里面做天人 最好去到天界有佛学 会不会去到三宝道 那你享受了天界的善业 你还有恶业的 你怎样做生恶道 不知的 会不会做人 怎样知道 不知会做人 地识天 根据佛经说 地识 享尽的时候 要降生人间 做一只怒 畜生道 但因为某个善恩念佛 出家善恩 一降生 做牢的时候 就踢烂了这些 被主人打死 所以做牢就做一个短时间 又生回天 所以天人都会堕落 不稳赠 为何你打算做天人 不如往生正土 努力往生正土 修行要很大功夫 所以有些人出家 出不成的 你别以为一定能出家 出不成的 基本上有些人出了家 还要还族出不成 你猜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一个字 没有道心 他出家的时候 不是我要超脱生死 我这个道心很坚固 我这个道心永无退治 我一定要超越生死六度轮回 你不够道心的人 一定会退转 你的道心要很坚固 道心不坚固 咬不住 一些烦恼就说 我不做这行 有些烦恼来做这行 我以前自由自在 现在来到还要我去洗碗 洗碗就破你的恶汁 出了家还要收六度万行 尤其是前面那三度 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一定要 怎为了布施 我在家的时候 我还这么叹 自己做什么 出了家 又要出波 又要维持秩序 香港的人来 我还要与他负责这麽多东西 很苦的 你知不知这是布施 人为何福报博没有布施 你分分钟想着布施自己 你以为只是布施这么简单 你就破了你的恶汁 因为不肯布施的人是贪着忧 你用自己身体的努力 自己的努力 去付出的时候 就正正是破除恶汁 收恶汁不是在书本上的 要无恶 看中论怎么无恶 无恶 无恶 一放下本中论 就样人都有我 因为你是从文字上修行 你没有切实被人骂过 你没有切实被人说过你是非 你没有切实出去挖土 你没有切实出去为别人服务 所以在佛门 你除非博士也好 你也要掃地 博士也好 你也要洗厕所 博士也好 你也要洗碗 正正是破你的恶汁 破你的恶汁 在其他地方破不了 在家里破不了 你不出家 你没有人敢说你 你爸爸说你 你妈妈说你 没有人敢说你 这里就有人敢说你 有人敢说你 你是大菩萨 你说我这些人不敢说我 所以印光老法师有句说 是一切人都是菩萨 为自己是凡夫 人家说你坏就好了 人家说你坏就好了 你收紧引辱 人家冤枉你 你在这道佛门 你借佛门而已 你是医生的 你懂得针灸 你借佛门在这行医 冤枉你 妒忌你 你就不信 你不是 真是多谢你 你冤枉我 增加我的忍辱心 挺好的 所以修行要出家才行 你在家没有人敢骂你 你爸爸说你 你妈妈说你 你工人骂你 你老板骂你 都是工作上 如果你做得好 老板根本不敢骂你 一说你 你就不联系 不联系他就找人 所以没有人 唯有一件事 你不知道出家的好处 就是磨练你自己 尤其是戒律 你在家永远不会研习戒律 永远没有西微处看戒律 你一出家不是 每个都看着你 你有没有钱 我们有没有结界 你有没有没经 没经 雪与 摇取也 你有没有毒食 有没有残淑食 全部 smart 看到你严严 令到你 그렇게可以犯 令到你 减低你的贪心 知灾到人贫 graduated 所以 在世俗看好苦 在灵性的修辞上进步 别笑 再加很难修 还有你老公有老婆 你怎样修 还说修禅 修禅是要离欲的 你有欲念 还有夫妻 最高的禅定都是欲界定 未到地定 你永远不能去到初蝉 你要离欲才能去到初蝉 怎样修 所以要修行 必须要出家